这一次红魔推出的虚拟形象红魔机同样是非常有趣 有几大好玩的地方 第一就是在桌面 它可以跟你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手去滑动桌面的时候 你看 碰不到碰不到 碰不到碰不到 他说我碰不到 这个怎么还会出现这种形态 那如果我们往下面滑动桌面会怎么样呢 那如果我们再往上面滑动一点呢 碰不到碰不到 这个怎么还会出现 就相当于呢 这个红魔机 它是会一直浮现在你的壁纸之上 你换成别的呢 它也会浮现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触碰了 我只是在简单的触碰这个滑动桌面 没有任何的别的意思各位小伙伴 那第二个呢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在充电的时候 也会进入睡眠仓进行休息 给大家感受一下 是不是很有趣啊 正在熟睡的 红魔机 好像还穿了一条黑色的裤子 这条黑色的裤子 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你是喜欢穿黑裤子 还是喜欢穿白裤子呢 各位小伙伴 第三呢 就是它平时在闹钟的时候 也能够唤醒你 我给大家设置一个闹钟 比如我们设置6.50 等待一下 你看 想到钟的时候呢 也会对你做一个提醒 很有趣 如果来进行设置的话呢 在游戏空间这个地方 超能基地 红魔机进行一个设置 包括能复活到计时的时候 刷眼 快去插个眼吧 也会进行提醒 买装备呢 回家买装备哦 也会对你提醒 哇 我觉得很贴心很贴心 比女朋友还贴心呢 又比女朋友温柔 不好吗 你喜欢这个红魔机吗 相产的 都说了 都说了 我叫你 挤捕放 我